所以这个灾难 喜多幸迹告诉我们 如果能够平安度过这个灾难 老法师说第一个心地要善良 所以你自己身体要平安 不要有灾难 你也很怕癌症对不对 你也很怕你突然间生命消失了 遇到灾难来 我刚才讲不管是车祸 遇到恶人 或者是说现在吃东西会有毒素 火灾地震水灾 可以讲说防不胜防 那怎么样去避免这个灾难 老法师跟你讲第一个最重要 心地要善良 就是心地要清净 那么你要怎么心地善良 在庄内脑上说要素食 不要吃肉 那情细就稳定 所以现在优移症的人很多 我们最近台北发生一个很不幸的事情 一个大学生半休闲 沦落为诈骗集团的厕所 现在报纸在登 台湾人从事这个诈骗 这种伎俩骗人钱财 几乎是到恶民造章的地步 这真的是很不幸的事情 而台北发生这个命案是什么 是那一位诈骗集团的戳手 竟然吸毒以后 把一个小女生妥当场砍断 这种惨不能道的行为 情绪不稳定 心浮气躁 所以老法师说 你要有爱心 你一定要先吃素 他说如果你能够吃素 心地又善良 这个灾难就能够平安度过 不可以吃众生肉 看到众生肉就马上想到 渊渊相报没完没了 你现在吃很好吃 吃人家半斤还人家八粮 你以后还是要还 老法师说还能干这种事吗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心地要清净 那么第二个吃素 第三个老法师说不能重义 要节制 那为什么提到不能重义 都会谈下面接下来谈的问题 第三个不能重义 为什么呢 因为容易怀孕 怀孕他不想生就一定堕胎 你怀孕已经怀孕成了 可能有家庭因素 可能有很多的因素 那就会堕胎 老法师说决定不能堕胎 因为小孩是来报恩 也有可能在抱怨的 也讨债还债的 无论是哪个理由来 你把他杀掉了 抱恩抱怨 讨债还债 通通变成仇家 甚至大仇家 报恩的变成 报恩的变成 变成淹愁 他是来抱怨的 来报仇的 仇上家仇 来生更麻烦 会抱得更残酷 讨债的 你还没有还 你就把他杀掉 不但欠他的债 还欠命债 那法师说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 就是堕胎 堕胎以后下三途地义 太可怕了